Hello 大家好 我是Eric 长夜晚年 上期我们看了克里斯托森在FBI他审问视频的第一个部分 在这个视频中间克里斯托森出现了一些习惯性的 一些撒谎的一些身体语言 包括他有这种张开五指 他有这种耸肩 还有这个头部的这种移动 那么上期因为这个视频时长的这个原因 没能跟大家更仔细的去解释一下这一块 那么这期我们就从这里开始 我先稍微的跟大家说一下所谓的撒谎的这种身体语言 就是我们叫做nonverbal cues 常见的这个类别和一些背后的一些简单的科学严历 首先通过身体语言来判断对方是否在撒谎 它跟测谎一样 它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一个事情 第一是因为这个事情其实跟中医有点像 讲究辩证实质 因人而异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摸嘴这个动作 就是一般会认为是一个人在撒谎的时候会做这个动作 但有人他就有这个习惯 那么这样的话 只是根据这个动作来判断 这个人是否在撒谎 这肯定就不准 所以你不能刚见一个人10秒钟 看到他做了某个动作 然后你就认为这个人肯定是在撒谎 这是不行的 那么也正因为这样 所以一般审问都是分阶段 它是有设计的 刚刚坐下的时候 往往都是先聊天 聊得越随意越放松越好 先让对方先放松下来 然后说在这个阶段 我要观察对方正常情况下 他现在是正常的 我观察他正常情况下 他是个什么样子 比如说他说话的节奏 他没什么坏的习惯等等 如果说对方正常的样子 你知道了 那么在后面施压之后 他开始出现非正常的这些动作 表现有点不一样了 那你才可以去分析 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从而评估他是否在撒谎 第二我上期提到的 克里斯腾森 他有这种张开五指 耸肩等等这种动作 这是他 我认为他是在撒谎的时候的 一些习惯动作 但其实你去看 没有任何一个肢体语言的研究 我会告诉你 这两个动作是代表撒谎的 但是我为什么还是认为 他在做这两个动作的时候 是在撒谎呢 这里就牵扯到 所谓撒谎 身体语言的不同的种类了 首先克里斯腾森在上一段神文视频中间 他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是有三个类型 Fight or Flight Cognitive Complicity 还有一个就是Deception Management 他这个耸肩和这个摊手 张开五指的这个动作 都属于Deception Management 大家可以理解成为一个欺骗性的一个动作 解释这个概念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之前有关于斯西姆 他问我 我在撒谎的时候 我要怎么样 才能不被对方看出来 我就跟他说 其实没有一个简单的吧 因为比如说 你在撒谎的时候 你什么动作都不做 你头也不动 手也不动 脚也不动 哪都不动 这样的确实 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什么都分析不出来 因为哪都不动 什么信号都没有 但是实际上 你反过来想想这个事情 就等于说 每一次你不动的时候 我就知道你在撒谎 也就是说 你为了掩盖 反而释放出来了一个 更大的一个信号 人因为害怕撒谎的时候 做出来的一些动作 被对方看出来 知道自己在撒谎 而刻意的去管理 自己的身体的语言 管理自己的动作 不管他想去怎么管理 不管他想去 怎么去控制自己的动作 他目的都是为了欺骗 盯着他的这双眼睛 这就是欺骗性动作 这些欺骗性动作 本来与撒谎 没有直接关系 像是克里斯腾森 张开无止 这是公开的意思 还有这种耸肩 这实际上带着 保护自己 还有道歉的意味 这上期我都说了 本来这都与撒谎 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因为他做这个动作的目的 是为了欺骗 面前所做的这两个警察 我们已经通过视频 看到他正常的状态 和他说真话的状态了 那么现在出现了这些动作 那么往这些动作 就是有目的 他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为了欺骗 面前的警察 这个视频刚开始 我就说了这么大一堆 我也不知道 我说清楚了没 估计大家也能明白我的意思 好 我们就开始接着看 沈俊的这个视频吧 I know that you picked her up I know you did I saw you in your shirt arms fully extended Where did you drop her off at? She was looking for a ride She missed her bus She told you she was going to one north So where did you drop her off at? OK 她的这个 这里这个表现还是挺夸张的 夸张到很罕见的 会有人到她的这个地步 她现在身体这个反应 就是刚才提到的第二种类型 就是所谓这个经典的 这个fight or flight response 就是中文叫做战斗 或者逃跑的这个身体反应 它这个还是一个 蛮极端的一个例子 所谓这个战斗 逃跑反应 这是人体啊 对外界危险 这一种反应机制 人在遭遇到危险的时候 脚脑下部开启这个应激反应 两秒钟内啊 这个心上腺素 就开始释放在血液中间 使人的这个呼吸加快 以便增加血液的含氧量 心跳呢 同时也要加快 使得这个血液流通加速 这呢都是为了给人体提供足够的能量 以便去战斗或者逃跑 但是呢 审讯室里面这个人啊 是坐在椅子里面的 他不可能跳起来 打面前这两个警察 或者逃跑嘛 对吧 他只能坐着 还不能乱动 所以他需要调动大量的能量 以去对抗身体这个应激反应 所产生的这个能量 但是呢 因为这种应激反应 所释放出来的能量 还是很巨大的 很难完完全全的被他控制住 控制好 所以呢 总会有一部分能量 以某种形式泄露出去 这就导致人有可能会出现一些 不经意的一些动作 比如说比较常见的啊 摆弄自己的衣角啊 这个手指上 有这个莫名其妙的用力啊 还有就是说是摆弄头发呀 等等 他这里这个呼吸急促啊 身体的这个发抖啊 虽然我看不见他的手啊 但我估计他的手啊 在摆弄自己的裤子 这些呢 都是其实是为了把这个 控制不住的这个能量啊 找一个方式释放出去 也就因此 我觉得他现在实在撒谎 他接的呢 肯定是张英英 他只是现在不承认 但实际上 摄像头已经拍下来了 tell us about what happened what time of day was that early afternoon I don't really remember okay I was just driving around um I saw a girl and she was very distressed okay so I stopped in my car and looked at her I asked her she needed help I talked to her for a little bit not much I gave her a short ride of cold locks she freaked out and got out I told her I took a little bit she left she actually基本上 都是在一边撒谎 一边在做另外两件事情 大家没有看出来 一个呢 她是在摇头 再一个呢 就是她不聊了 停止下来 仔细的观察对方 然后再接着再摇头 然后再停下来 仔细的观察对方 因为她说话 警察知道张英英 是要去签租房的这个合同 她跟张英英说过话 所以我估计她也知道 那么张英英 没有在该下车的地方下车 那么他其实说他生气了 他发疯了 所以他提前下车了 这一听就很离谱 但是警察肯定还会接着问 我们再接着看 很明显当时战斗还是逃跑 反应消耗掉他大量的能量 警察这里有强化 拿证据去压他 所以他正因为他没有想好 这里应该怎么去说 张英是从哪里去下的车 他感到很挫败 他感觉被打败了 于是他重重地靠下了后面这个椅子 我跟他说过去哪里有关系的 我跟他说过去哪里有关系的 我好想找这个女孩,我认为她猛心,我们来说我们没有关系她,你这样说你遇到了他们,你去远去旅行棋 我那里是鸳鸳足处的我INK 我认为她的小人 那是鸳鸳鸳鸳鸳鸡鸳鸭鸭鸳鸭鸦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现在说真话的时候 和他说假话的时候 他这个状态的不同 他前面说放一张眼影的那个社区 我没去过我不熟悉 那是假话那是在撒谎 这里呢说实验室这边他比较熟悉 这是实话 有没有看出来他有什么不同 我只会让他回家 我会见到外边的原因 我差不多了 我不记得我完全忘记 我完全忘记家里面 那里面你 limb的地方 但我会继续乱一下 你招开她的地方 有一个地方 我觉得有点有点点 路增的地方 里面你招开她的地方 就在那里面上 对? 对? 对,对,对 那里面上的地方 你运未需要向正在 door幽 twists我 需要向正在转的方式 她别说向正在这两个小时 可能她说什么另外一个人,因为她真的开始震惊 然后她就让她开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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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她开门 让她开门,让她开门,让她开门,让她开门 你记得在街上,你记得吗? 没有,我记得不记得 你记得她穿的地方吗? 没有,我记得不记得 她有衣服,衣服 警察问她张英穎穿什么衣服,她肯定是记得的 因为后来在她家发生什么事情,大家也都知道 但是她推说,说不记得了 但是很快意识到,什么都不说肯定交代不过去 于是挑了她认为两个学生最普遍的装扮 牛仔裤背包,她告诉警察 但是很明显,学校里面这么穿的人太多了 这个话完全没有意义,所以警察后面还会追问 另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她在说牛仔裤的背包的 她又开始摇头了 一开始说,不,我忘了,这个时候她摇头说了过去 但是后面她一直摇,边说爱牛仔裤 然后背包 之所以说又在摇动呢 因为她其实前面一直出现了这种摇头的这种动作 我没有单拎出来跟大家讲 实际上她现在的这种摇头啊 属于刚刚提到的撒谎的身体语言 三种类型的另外一种就是Cognitive Complicity 就是认知是复杂性 这个说起来很复杂 简单来说就是人很难模拟一个真实的一个经历 这么说不完全对啊,太片面了 但是大家可以这么去理解 因为当人真实的去经历一个事情之后 你各个这个感官啊,所记录下来这个信息是非常丰富的 虽然说大部分你都意识不到 但是你撒谎的时候呢 你谎言所包含的这个信息 与真实经历所包含的信息相比会简单的多 所以说呢,人撒谎的时候 绝大部分谎言的内容都是啊 我看到了什么,我听到了什么 都是这种东西 人很少会同时考虑好 在那个时候我闻到了什么味道 我感觉到了什么言语难以描述的这个东西 绝大部分时候审问之所以能够击破谎言 就是因为谎言本身都是很简单的 它是经不起推敲的 所以当不问到特别细节 或者特别偏的问题的时候 这个撒谎的人很难完美的给出一个回答 大部分时候他表现出来 他就会用一堆解释性的这个语言 但是真实经历过事情的人啊 就可以用相对简单相对直接的一个方式呢 给出答案 同时呢也因为你无法完美的去模拟 真实经历所带来的这种丰富的信息啊 丰富的体验 你的大脑呢就很难去照顾周全 所以很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言行不一的这种情况 克里斯托斯老出现这个摇头的这个动作 我认为就是他大脑在高速的运转 脑子里面陷入激烈的挣扎 我要不要开口 要不要开口 但脑子中呢可能一部分决定开口 但是另外一个部分 还认为开口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想法 于是呢他嘴上虽然在给出信息 但是脑袋虽然在摇头 简单来说呢就是他其实言语和他的这个动作 不统一 脑子呢就是陷入严重的内战 我们再接着看警察是怎么追问他的 我看过FBI他写的那个备忘录 和对这两个警察的这个采访的一个记录 他们从克里斯托森说出亚洲人这里开始 就知道肯定是他了 那么既然知道是他了 我们看看警察后面再怎么处理 对 对 对 前面那有什么习惯? 我还在习惯了, 我还在习惯了。 我还在习惯了, 我不记得了。 我还在习惯了。 我又在习惯了。 你说她在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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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你什么。 你记得了什么? 我说她在习惯了。 我让你多了。 我问她要用她的手法。 嗯 嗯 嗯 What did she say to that? Uh She said I'm late I need to get somewhere or something like this I was I'm not exactly out of it I was just kind of like Oh I'm going to help this run in person So she said she was running late for something? Yeah And I was like oh okay well You're right Because again I was just running around So Did she say where she was trying to get to? You mentioned the Um Show me the phone So she had a meeting With her professor I don't remember I was talking for that long And there really wasn't much 詹影影是去跟租房的人见面 这点的这个桌子两端的人 实际上都心知肚明了 但这家伙一开始呢 他就一直想要 试图隐瞒他接的是这个张英 所以他就随便编了个理由 说这个人是要去跟他的教授见面 但我们看地图向北走 是离开学校 如果是要去跟教授见面的话 应该是向学校的方向去 应该是向胆走 这个方向完全是反的 所以这个肯定是扯淡 那么这一段他说的就是 张英英怎么上了他的车 他的解释说是他在开车 然后看上去一个很焦虑的女孩 于是他停车了 他问他女孩怎么了 女孩呢解释说他迟到了 他要去见教授 然后呢因为他自己现在 也在学校没事干嘛 开始车下转悠 所以他就说我带你一程 首先我们看张英英当天 其他的这个视频 实际上看不出 他有任何焦虑的这个迹象 另外啊 确实是有一点点迟了 因为克勒斯腾森带走张英英 这个时间是2点04分 而张英英跟中介约的这个时间 是2点010分 但是呢只是租房子而已嘛 这就迟了嘛 也不至于说是太紧张 这个案件中间 其实我最好奇的点就是 张英英为什么会上他的车 我最好奇的就是这个点 张英英在上他的车 4个小时之前 也就是当天早上 这个秦兽啊 曾经假装他是警察 骚扰过另外一个女学生 这个女学生后来也上法庭了 但是我不认为张英英啊 是错信 他是一个警察 因为华人从小受的这个教育 就是不麻烦别人 不去占这个公共的这个资源 华人是绝对不会想要说 就是搭警察的这个顺风车的 再加上他开是一个民用的一个车 不是一个警车 他也没有穿警服 所以我认为这个说法呢 应该不是真相 另外就是说 我认识很多国家的女孩子啊 我很肯定的跟大家说 华人女孩子是这个全世界 对陌生男性防备心最高的 尤其是当华人女孩子 独自一个人出门在外的这个时候 另外一个细节也是后来发现的 就克里斯腾森啊 他有酗酒的这个问题 也就并且案发当天早上啊 就有去买一瓶狼木酒 而且他那天他老婆也不在 他女朋友也没空陪他 他很大概率呢 他是喝酒了 然后有点性饥渴 然后出来找猎物的这种感觉 根据视频资料来看 张云开着车窗的这个嫌犯 聊了快一分钟才上他的车 考虑到他离车这么近的这个情况之下 他肯定是可以闻到车里的这个酒味的 而一个刚刚到美国两个月 又没有朋友在场 一个人在外的一个华人女孩 我认为他是绝对绝对不会上一个陌生的 喝醉酒的人的车的 并且我请大家看这段视频 注意两个细节 一个呢是当车靠近他 减速的这个过程中间 张云完全没有反应 但是当车停下来之后 张云瞬间他低头向前卖了一步 并且后来坐进车里的时候 张云是坐在前排的 而不是说像大车的女生坐陌生的车 都是坐在后排的 这里就是我纯粹的猜测了 大家可以评论区给我讨论 我感觉最有可能的情况 就是他们两个人是认识的 最有可能就是嫌犯这个时候 是叫了他的名字的 他身体的这个反应 是对自己名字的反应 然后在明知道对方喝酒了的情况下 上车坐在前排 他应该是认出了对方他们认识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线索 我们再接着看视频 我还记得她很久 我真的不知道她说话 她真的不说了 她真的不说话 她真的不说话 我说她很久 她很久 她真的没说话 她的英语是很不好 她可能我不是说话 她真的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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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只是露了 所以我都被他打开 所以我被她打开 所以,我认为她在你的家里边的一家里面 比较多五尺 不过多五尺 多过五尺 在那里里面,只有几个路上 我花了一天 我一个人们不过一尔的路上 我对了一手中复了 我认为了那些人们的交流 我认为你打开她的链链链店 But she got out of the car? She wanted to get out, language142 's strange because yo didn't understand?" Yeah... she tried to open the door but again it was locked because of my car auto locks 大家注意到了吗 someone I barely know 就一个我不怎么认识的人 而不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someone I don't know 你不会很莫名其妙地 把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人 说成自己不怎么认识的人 尤其是这个陌生人 现在失踪了 更有可能的是你认识他 可能本来也不算太熟 然后他失踪了 所以现在当着尽他那面 说不怎么认识 他其实很快就意识到 自己说错话了 于是赶紧加上一句话说 我不认识那个女孩 再找不一下的这种感觉 请不认识他认识他 可以按摩一下 謝謝 我先開始, where do you think you picked her up at? 那是個好問題 Lumis Lab Lumis Lab,Bedwin,Street,Green,Springfield Lumis is right here I remember driving around here It was north of Springfield,so I guess I was kind of in this area,maybe like over here I remember being by the quad Do you remember driving by Right Street,where the little Circle K is and the big Beckman Institute That is a landmark on University I don't think I drove past Beckman That doesn't ring a bell I've been to Beckman a couple times I don't know what it looks like from the other side But I have had to go there a few times I guess There's a Circle K right over here I don't remember that You don't remember coming up Right Street Driving across University Calming down Goodwin You see her standing there underneath that shade tree At the bus stop You take that quick left And you run a box around her Now you come back up north of Goodwin And you pull up right next to her And you talk to her for less than a minute And she gets in her car She was at my passenger side so I had to go this way Again I was driving around a decent amount beforehand I don't remember exactly where to go beforehand And you were definitely driving all over campus And you were by yourself Alright so you go northbound through University Where do you go next?Do you remember? I turned left So it looks like I did go past University This must be the residential area I was talking about then So I must have went past University Yeah for sure Because I drove a little more than that So I must have turned left somewhere up here Into this area And that's where I would have dropped her off For sure So just for You were showing the area of Hill Street And what is that?Beeslem? I don't know exactly where in here I was But I mean just looking at this Yeah I mean if this is a good one Springfield is right here I was in this area here I am assuming this is a residential area Do you remember seeing a grade school off to your right? Did you get that far north where you would have saw Martin Luther King Junior High Or elementary school right there?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Where did you go after? Home Strayholm? Yeah that was enough for me That day Okay Where did you see her walking out? Um She's really just Standing there looking at her phone I mean I left She's not gonna see her walking in any direction I don't think so No 嗯 跟大家总结一下 可以说的有很多 因为前面先带着大家看了半天地图嘛 所以我先把地图这个事情说清楚啊 在这十几分钟之内啊 双方来来回回的说这个说了三遍 人上车之后是怎么走的 但是每一次啊就是说说到这个左转 然后就停下来了 这样就导致了这个变态可以不停的增加细节 巩固自己的信心啊 变态也是很聪明的 对于这个地区呢他很熟悉 所以他挑了一条我估计没有监控的这一条路来走 我给大家看看这个地区的这个图片啊 很明显呢是没有监控摄像头的 所以即使警察通过摄像头 基本上摸清楚他当天所有的移动轨迹 但是他人上车之后到底去哪了 他们是不知道 这个呢是破案之后 克里斯腾森承认的 街上受害者张云莹之后走的这个路 可以看出来他相信是正常的向北走 这个方向是对的 然后呢他突然间就左转了 这个时候张云莹肯定质疑他了 于是他又向北走 然后重新右转又回到大路上 但是回到大路上之后他没有左转 接着向北走而是右转向南走了 然后呢又往他的方向 往他家的那个方向转过去了 张云莹在车上肯定意识到不妙 但是下不了车又打不开门 我估计他有可能有求克里斯腾森 所以说是为了安抚他呢 于是又向北开了 但是很快就右转 右转到没事 因为要回到大路上去嘛 但是紧接着又右转了 又向南边去了 直到一路向南 然后完全跟张云莹去的这个方向 是完全相反 直到把他带回家 虽然事实上这整个区域 确实没有一个摄像头拍到他这里 再绕来绕去 但是他不知道啊 他这样一个蛇形的走位 他心里一定是很慌的 他害怕被拍到 或者说被人看到 所以他两次提到左转的时候 其实他说的内容都不太一样 第二的是我本来还有一点不明白 他虽然可以成功的 把张云莹骗上车 但是你在外面绕了这个半天 我能想象的受害者 当时在车上是多么恐惧 怎么样一个状态 那到了家之后 他住的是公寓 楼房 他还要上楼梯的 他是怎么再把受害者 再骗上楼梯 骗回他家的 那么到后来我看了这个案件 这个资料之后 我发现我还是低估了这个家伙的 我本来判断他们大概率就是相识 所以张云莹会上车嘛 那么其实也正因为他们相识 张云的命运啊 实际上从他上车的那一刻 就已经确定了 因为这个克里斯通斯啊 他本来的目的就是绑架 强奸杀人嘛 所以在劫持了他这个事情之后呢 他已经不可能活着 让认识他的这个受害者 一离开了 于是在车上 他实际上就袭击了张云莹 这个车上呢 留下了大量的这个喷溅状的这个血迹 虽然这个车经过他两次清洗啊 但是通过喷洒一些荧光的化学物品啊 大量这个血迹 还是清晰的能够显现出来 这里呢 为了让这个视频能够过神啊 我还是不得不虚化这些图片 那么适者一矣啊 但是希望在看视频的这些女生啊 一定要因以为戒 你不要千万不要低估任何一个人 他能干出什么事情 你真的不知道 无时无刻的要注意自己的安慰 那么第三呢 我们说说这个 两个这个审问人员吧 一个当地警察 一个FBM 其实本来前面干的不错 前面这个思路其实蛮好的 先把这个时间线搞清楚 搞清楚他有作案的这个时间 然后利用他对这个摄像头的这个恐惧 因为学校的周边有2000多个摄像头 这个嫌犯根本不知道哪个摄像头拍到 那么警察利用他对摄像头的这个恐惧 对给他施压 本来实际上已经把他搞得压力山大了 他那个时候都快崩溃了 他倒是绷不住了 但是这个警察紧张了 突然间 还害怕他不跟他们聊了 然后右边的这个FBM的这个 Anthony也很不合时宜的 把这个地图都拿出来了 然后看地图呢 这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事情 他会帮助嫌犯缓解他的这个压力 结果呢就是说完地图之后 你看他现在后面说话啊 这个身体啊 语言都比较正常的 一看呢就是冷静下来 我本来以为警察一定有后招的 我以为他们有相应的证据可以怼他 但实际上没有 我看了这半天地图之后 他就在这里结束了 视频后面内容是聊他和老婆啊 聊他的感情生活的 这样一来啊前面啊 把他逼到喘气发抖 这都浪费掉了 节奏呢也被破坏掉了 而审问这两个人啊 除了他知道他的撒谎以外啊 其他什么目的都没有到他 我作为中国人吧 可能也是知道这种事情 发生在华人女生身上啊 也是情绪化啊 确实是着急 所以我第四点想说的就是 其实我是知道FBI是怎么想的 因为他们 其实根本就没有打算让他认罪 有个细节我之前没有提到啊 这个嫌犯他家刚好 其实就在FBI这个办公室的正对面 他走过来十分钟都用不了 所以嫌犯基本上都不能算是客场作战 他的这个心理压力会小很多 我重复的查过嫌犯他家里这个地址啊 直到找到他这个网购的这个记录 所以我确定他家就是在那个位置 而FBI那个办公室 审问的那个办公室 确实就在他家的正对面 嫌犯刚坐到这里不到半个小时 又是这种重案 要指望他一下就招了 也确实来说不太可能 那么进一步的实验 有可能确实会导致他要求找律师啊 断送了进一步给出信息的这个可能 那么我看过FBI的文件 他们对于克里斯托森这个分析啊 显示呢 他们认为克里斯 就他们完全不认为克里斯托森是会认罪的人 而且FBI从第三天开始 实际上就认为张艺已经与海了 而这个视频呢 是已经到第六天的早上 第六天的凌晨了 所以大家看到了这个FBI 从头到尾都很温柔啊 因为他完全走的是另外一套这个审讯的策略啊 就是准备计划 控制和解释啊 故事总结和评估 这套策略呢 实际上基本上是不会施压的啊 完全是不会去欺骗嫌犯的 也不会去炸嫌犯 不太注重对于嫌犯心理和行为上面的分析 是一套与和平收集信息 交换信息为目的的一种审讯的一种策略 所以呢 与其说FBI现在是在审讯他 审讯这个嫌犯 实际上不如说他在询问嫌犯 那然后呢 就是这个警察 他实际上有自己的这个想法 大家看我上期说过了吧 这个FBI明显是主导自己这次审讯的 但很奇怪呢 把对阵的工作交给警察了 这个在骄傲的这个FBI身上啊 非常罕见 实际上这个透露出来的信息 就是警察和FBI在这个案子的策略是不一样的 那么坐在左边的这个警察Eric 那么很明显能看出来 他还是想试试给嫌犯施压 让他认罪的 虽然他们两个在嫌犯之前 肯定是时间通过去已经商量好了 但是FBI肯定也是把制定好的 他们制定好的这个策略已经告诉警察了 但是很明显这个警察啊 明显还是不太服气 所以他想试试 那么FBI也就给他信号啊 你想试试你就试试吧 但是如果说是让对方认罪的话 实际上警察现在想要的这个审讯条件啊 不是很成熟 因为他们现在审讯室里这个安排啊 包括双方坐的这个位置啊 和桌子的这个位置啊 都不是审讯室的标准安排 我给大家简单画了个图啊 这个审讯室中间最标准的安排 实际上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门如果是在下面那个位置的话 肯定是让嫌犯坐在角落 给他这个他被困住的这种感觉 然后两个审问人员 一个坐在他旁边 方便施加压力啊等等 另外一个呢就坐在桌子的远端 这个呢就让嫌犯看起来 他能看到门啊 但是他过不去 心理上给他要制造这种 我必须得解决面前的这两个警察 想办法解决掉面前的这两个警察 我才能过去才能离开的感觉 而他们现在坐的这个位置 是图里这个样子 就是嫌犯离门反倒是最近的 两个警察呢离门比较远 给嫌犯的感觉是他来去自由 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并且呢跟警察和嫌犯分别 坐在桌子的这个两边 这个在所谓interrogation 这种审讯里面啊是打击啊 就本来男人对男人面对面坐着 就会有敌意 就会产生敌意 桌子呢也遮挡了一半的这个视线 同时这个桌子也导致双方这个距离拉大了 离得太远了 这样实际上这个压力呢就给不到位 效果不会很好的 所以这个警察啊忙了一波 打了好几场牌之后 他就赶紧给了嫌犯一个出路 那很明显是FBI的这个软侧略啊 还是对他产生了影响了 他也害怕担责任嘛 这个FBI呢更是感觉他并不同意去忙 因为他在警察施压的时候 他这个身体语言表现出 他对于这个警察这么做实际上是吃保留意见的 然后后来又结束了警察的这个施压 而把谈话的这个重点 从施压和对峙上 又转到了他这个PACE法 收集信息的这个道路上面来了 虽然说我不得不承认FBI的这个思路啊更加理智 但是我还对于他们这么快啊 把这个失踪案啊 就当做一个谋杀案 把这样这么同胞啊 就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子啊 直接就当做死人了的这个做法啊 感觉到很遗憾吧 虽然说我也知道警察这么忙啊 在其他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 大概率他是忙不出什么结果的 但是我还是更愿意看到 他们能够积极的去跟这个变态对峙一下吧 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啊 那FBI之所以走这么温柔的一个路线呢 因为他其实有一个别的一个计划 他们另外的一张王牌啊 然后后来实际上这个案子能破呢 就是因为FBI买的这条线 因为他的这个关键的这个王牌 那这个案子是怎么破的呢 我们下期再一起看看吧 好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没有关注我的话 记得一定关注我 我是Eric长安万年 我们评论区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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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